刚此年对中国来讲天灾人祸一大堆 不过呢同时中国也上映着 打土豪分田地的马云版本 所以马云目前为止蒸发66天 那我们之所以播给观众朋友看的 都是过去的影片的个人谈话片段 但是汪浩大哥同一时间 北京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 网路媒体路德爆料了一个事情 那他们说他们有这一个其中 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资讯来源 那这个资讯来源事实上 是跟一个香港的脑外科医师 是好朋友的来源 那主要讲的故事是 习近平要开脑血管瘤手术 事实上我认识两个朋友 开过脑血管瘤手术 脑血管瘤手术是个风险 非常非常高的手术 而且它跟先天长的 这个血管瘤的大小有关联 如果被迫要开的 很有可能它的瘤长到一定程度 已经威胁到它的血管的健康 对啊 这个手术据说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一般人得了 我以前在香港也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脑血管被发现有瘤 那医生说在这瘤里面装个支架 而且告诉他随时可能爆掉 那他随时就可能挂掉 那他后来好像是 后来他好像是做了手术 所以他就 本来他很喜欢旅游 喜欢运动 他都不敢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 自己随时 什么时候会挂掉 但是应该现在的科技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嘛 也不是说会有能够能够在这个爆掉之前 发现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医学技术上 如果他真的要开脑血管流的话 我猜测中国此刻的医学技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执行的 可是技术可以执行 并不等于政治可以执行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就是一般人开这个血管流 他会签手术同意书 那医院会告知你的风险 而且我的朋友其中一个去开的 他在开的前一天 他确实交代遗言 因为他不确定他全身 跟他的这个导管进去之后 他到底还会不会再度清醒 张开眼睛 他交代了遗言 交代了遗物 交代了他们家所有的金融账号 交代给他老公 所以那习近平的这个脑血管流 从医学技术上来讲 现代医学技术 假设他是真的 是有可能控管风险的 然而他另外一轮 全世界会睁大眼睛看的是 这种全身麻醉的手术 最少要长达10到8个小时 运气不好 可能时间会更长 他会不会带来政治变数 对 因为类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跟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 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领导人的身体健康 是最高国家机密 所以呢这个平时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政府也不会承认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呢 就让大家大吃一惊 那造成政治动荡 那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确实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因为习近平过去十年 特别是过去五年 他做了所有的政治动作 就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 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跟中国的命运 紧紧绑在一起 要让大家认为 这个中国命运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命运的好坏 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他当然如果万一他做 真的有做这个手术 万一在手术中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当然对于这个中国政局的稳定 是会有很大的 这个让人惊讶的地方 那可是同一时间 他这个时间点 接二连三打土豪分田地的2.0版本 好像也从来没有停过 是这个我们谈过很多次 这个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 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DNA里面的 之所以他这个名字叫共产党 就是共泥产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 那他这个DNA里面 就是说他这个整个政治的哲学 就建立在他随时要通过 打土豪分田地 把不保护私有财产 把有钱人的钱夺过来 然后所谓国有化 然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来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那他的整个这个观念 不是通过一个比较法治的 哪怕是一个西方 这个社会主义的一种通过高税收 收富人税收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 这样一个问题 他是直接把这个所有权夺过来 那这个所有权夺过来的话 他有可能是把这些富人的企业就 企业家就监管了 或者是企业就公私合营了 或者是混合经营 他们现在不叫公私合营 他们流行叫混合经营 但本质上是一回事情 这个就是把这个 本来是有马云或者是 private equity这些资金所控制的 阿里巴巴也好 或者是这个 支付宝也好 或者是蚂蚁金服也好 慢慢的都被受归国有 这样的话 把马云和他的这些朋友们 给他弄出局 用这个办法转移了财富 来解决中国政府 现在财政上的困难 好我们稍后回来